盘点泰罗奥特曼中最善良的怪兽 伊托塔斯王 托塔斯王原本与托塔斯王后 平静生活在欧龙岛上 本性非常善良 性格温顺 奈何人类内心非常险恶 日本著名表演家黑奇 为了早日成为富翁 便抓走了托塔斯王后和所有的蛋 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妻子 托塔斯王开始破坏城市 第二莱伊德龙 莱伊德龙是一对母子 在飞行的过程中 被地球的烟火所吸引 悲催的是 在观看图中 翅膀不小心被烧伤了降落到地球 莱伊德龙想飞走 可是地球的引力客不答应 莱伊德龙与托塔斯王性格一样 最后被泰罗送回宇宙 第三潘多拉 潘多拉是一种兔子食草类怪兽 性格温顺 能理解人类的语言 潘多拉的造型是袋鼠兔子的结合体 头上还有两根硕大的胡萝卜 肚子中间有着袋鼠一样收宝宝的袋子 如果不是自己孩子被杀 潘多拉也不会发狂 好在最后 小潘多拉被泰罗复活 第四米拉库尔星人 米拉库尔星人是宇宙老头 来到墓地是为了学习 因为米拉库尔星人居住的星球 和地球环境非常相似 可惜文化水平太落后了 期间还救下一名女孩 在地球学完知识后 就回家开始建设自己的星球 第五莫奇隆 莫奇隆是非常喜欢吃年糕的怪兽 整个身体是一个木桶 为了吃到自己喜爱的年糕 莫奇隆从月亮偷偷来到地球 偷吃年糕 可惜出来混是要还的 为了偿还人类的年糕 莫奇隆当起了年糕筒 第六皮克鲁 皮克鲁是皮格拉星云的王子 皮克鲁的造型 根据木偶皮诺曹设计的 皮克鲁的性格非常好奇 喜欢恶作剧 皮克鲁目睹了宠物兔被毒杀后 见识到了人类的肮脏 并巨大化开始破坏城市 第七贝隆 贝隆经常使用睡衣神出鬼没 所以被称为忍者怪兽 贝隆没事的时候 喜欢听听音乐喝喝酒 导致常常大醉后来一串舞蹈 第八奥尔菲 奥尔菲喜欢唱歌 因此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喜爱 周围的农民会根据奥尔菲的歌声 来预测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奥尔菲暴走的原因 是被卡恩星人控制 好在有泰罗 第九嘎拉王 打拉王本性其实不坏 破坏城市 是讨厌喷气机引擎的声音 在和泰罗的战斗中 体力渐渐耗尽 没有别的办法 打拉王只好向泰罗求情 见打拉王没有恶意 埃罗把打拉王送回了宇宙